亚运,日本怪物美少女夺六金太狂,中美只成中国,心腹大患 2018亚加达亚运游泳项目,年仅18岁的日本女将池江梨花子,在这世大会上一人好取六面金牌,打破日本代表团在亚运的记录,池江梨花子共获得八面奖牌,还追凭1982年北韩涉及选手许吉山的记录 中国媒体新浪网,认为,池江已成中国心腹大患,身高171公分,体重60公斤的池江梨花子,先后在50公尺碟市,100公尺自由市,400公尺自由市接力赛,100公尺碟市赛,400公尺混合接力赛,50公尺自由市夺金,个人赛区,根据日媒Senseful报道,池江梨花子一人夺六金,打破日本女勇将 西侧喜美在1970年曼谷亚运和1974年得黑蓝亚运各的五金的记录,创下女子选手在单届亚运会最多金记录 北韩当下很紧张,没想到能再获胜,我心想绝对不能输 池江梨花子昨天赛后表示,我很高兴能赢得六面金牌,虽然比赛成绩不算好,但我已经尽全力了 他表示,自己感到非常自豪,希望未来在世锦赛和2020年东京奥运获得很多金牌 新浪网,撰文认为,池江梨花子一人夺六金二银,比中国男子游泳名将孙杨的四金二银还好 虽然为达成赛前,该文指出,2020年东京奥运,池江梨花子将成中国泳坛的劲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长